在以前小的时候,我就拥有一项特殊能力,那就是过目不忘。 当然这个能力只保持了三十年都不到,然而付出的代价是,我居然是个脸盲。 每一次走在泰国的酒吧街,我看每一个人,哪怕每天重复看到,只要他的装素有一定的变化,我就会不知道他是谁。 我其实很佩服泰国人的记忆,昨天也就在这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今天再来就成为贵宾一般,都期盼着小费或者酒钱。 看到找不到目标的我们,妈妈桑也着急了,直接拉了一个超大无比的雪白的金发女孩过来,顺带过来还有一个高鼻梁的长得像坦桑尼亚女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个词汇,总感觉长得有一股中东的味道。 硬塞给了我们两个,没办法,抱着先喝几杯吧,我只需要一眼就可以断定一个女人在脸上胸上动了多少刀子。 这个是大学时候一位女孩子教我在街头辨别获得的特殊技能。 所以我对金发女孩并不是很感兴趣,反而想试着和中东姑娘套近乎,我说哥,咋俩换换,然后换过来之后你就会后悔了。 太妹的嫉妒心很强,一瞬间生气了。 当然也就不欢而散,没过多久就找个理由跳舞去了。 Mamazon也一脸无奈说,怎么了,不喜欢吗? 这可是我们的一号头牌啊。 回想一下,她的确是很漂亮,就这样错过了一个头牌。 哼,不光无所谓,因为我要开始倒叙到昨天离开这里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回到我们可爱的女主角二号和一号身上。 挨了一耳光,然后被双手捧住脸,就这样。 多年未触碰到的嘴唇,让一个金发闭眼的美人儿亲了。 当时我尽全力睁大我的双眼四处张望,看周边都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 我看清楚,看到了两个阿三,以我们为中心,在手舞足道的气候。 笼子伴舞的俄罗斯尼尔兴奋一成。 他的同学欢呼举杯,我哥在大笑。 二号指着我和我哥在说些什么。 一号跟他姐姐在鼓掌。 DJ把音乐加大了。 哇擦,不是吧,我可不要成为焦点。 抱起这个连名字都记不清的女人,直接躲回了座位上。 就这样,我把跟一号可能会发生的感情完完全全的断送,成了约定的友情。 至于二号,我总觉得她是我哥的女人。 我倒也没想太多,也没有太多的所谓。 讲内心话,我其实蛮在意一号的姐姐对我的看法。 可能是想太多,如果真的想得脑子烧掉的话,那烦心的事也就没了。 也不需要每天这样买醉才能入睡。 中国人是上了床就结婚。 太随便了,我们是上了床也不一定还是朋友,因为要考虑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英国老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原则,不跟任何人发生任何关系。 那好吧,你是讨厌我,还是只是喜欢你的带过朋友? 我说刚才那个吻已经解释了一切,同样你也可以是我的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一段只是友谊的时光。 大家各自回国也不会有太多的期盼。 只要在心里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可以了。 其实你在泰国会发现,跟泰妹说英语,他们更容易懂一些,因为加上肢体语言,但是真的遇到了美国英国人。 他们反而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鸟语,可能是口音,还是说他们觉得不够纯正。 管他呢,以后有机会去欧美再说。 就这样一直玩到了三点,三个泰妹和英国来的朋友,还有那个韩国妹,都成了好朋友。 我哥说太累了受不了,要先回酒店了。 就带着二号先走了,我再三嘱咐给他一千五就行了。 我哥还是没有留他过夜,说带回酒店拿了包,给他醒了酒,就让他打摩托车回去了。 我依稀记得二号那个醉咐,才四瓶虎牌啤酒走路都不稳。 脸红到脖子,也不知道他故意装醉还是咋地。 不过,当时好像还有个念头闪过,就是他好像在mix,比平时喝得多,喝得闷。 可能是我想多了。 和英国朋友约定第二天去格兰岛,就分别了。 不能给他编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故事都是关于泰妹的,而不是金发碧眼的人种。 虽然他占有一定的篇幅和后续的故事,还会有一些。 就当是这个主线故事里的一个额外支线出发的情节吧。 对于一号和他姐姐,把我留下来一起散步到海边,说想跟我说说话,鬼知道他们想干嘛。 先跳过中间发生的其他事情,把二号三号的故事先行记录完吧。 由于我们接下来的日子一天不顺的事情需要处理,到晚上去买醉时都特意地绕开了二号的店。 他时不时给我发微信信息,我也只是偶尔回忆一下。 原因很简单,如果他是真的朋友的话,那一晚喝醉了,也就留下来陪我哥了。 不会因为那仅仅一千五,才几百人民币,而半夜都要离开。 当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也要尊重他们的思想。 他们可能认为这个行业是一份很正式的工作,所以不管收取你多少还是必须要收取,哪怕只是一百,也是对职业的尊重。 可能这就是他们职业操守吧,我也不知道。 但我看来是朋友,即使不发生什么度过一晚,也不会缺精少两啊。 时间线跳到我在泰停留的倒数第二天。 我和一号分别后,他去上班,我去走访了这期间我去过的地方,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妈妈桑,太妹,保时店老板,酒保等等。 当然也有二号的店,这一次我过去被一个小牙套妹拉住往里头转。 二号正在角落玩手机,我指了指她说我来找她呢。 小牙套妹那个脸刷的一下,惨白。 二号见到我就往里头戴,一直问我,哥呢?我哥呢? 我说她下午一点钟就去曼谷做飞机回去了。 我多留一晚解决一些后续的事情。 她捶着我,说为什么不告诉她我哥走了? 她要去送我哥。 我说她现在应该还在机场,还有两个小时登机,你现在赶过去应该来得及。 这货居然跑去跟妈妈桑说要走。 泰文说的具体啥,我也评不太懂。 看到她收拾柜子里的东西换鞋,我猜着她是真要去。 我连忙拉住她说,你不用去了,我给你拨通视频电话吧。 然后他们就用我的电话聊了好久好久。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让彼此通过语言能明白对方表述的内容。 但是往往有时候,或许表情也能完成一系列的沟通。 所以我也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忘记交代三号了,正陪着两个韩国帅哥。 看见我来了,一直偷偷使颜色给我,我也示意她忙她自己的,然后继续喝酒。 发现自己的酒量,泰国酒好像喝不醉。 一个人在那儿很无聊,就去摇那个铃铛,请当场的四个女孩喝酒。 喝完后又摇一轮,然后又一轮。 因为这家酒吧的酒水才八十,便宜到你摇一晚上也花不了多少钱。 最后两个韩国棒子,虽然我不喜欢用这个词汇,但是我真不喜欢这个不看重面子的地方来的人。 说得很委婉,希望不要引起共分。 我没有种族歧视,只是不喜欢,单纯不喜欢,一个道理。 希望各位能明白,突然这里让我想起九月十八日和一个两百多斤的黑哥们在和服店干一本鬼子的事。 以后说到他们的时候再讲,反正呢,三号就这样一轮一轮错过了所有的酒水。 他故意做很生气的样子,等那些人在买单的时候,我把身边陪着的女孩子赶走了,说你们出去做你们的生意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然后坐在临街的椅子上,也就是他们的背面。 三号买完单,也出去跟他们打招呼去了,并没有走向我。 二号依然打着他的视频电话,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喜欢上我哥了吗? 三号出去后故意坐在我正前方,背对着我,和他的姐妹扯谈。 我知道他想着什么,就拿卫生纸捏成小团团,丢他。 他姐妹都说,在提醒他,我在找他,他就是故意不回头。 那没去,我也就懒得撩了,就躺回那个血红色的沙发上去了。 你会喜欢这个party啊,是因为他真的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轻高。 想赚钱的太妹,总是能放下身段低头来哄你。 虽然我知道这都是假的,所以我刚躺下,他就从外边座位上跳了起来。 飞速跑到我的跟前,一把跳进我的胸口。 我不能用脏话来叙述,就说下我当时的胸的肋骨基本都被他压碎了, 还被他一把紧紧的锁住,不让动,真心想用裹骂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是真的痛啊。 然后迎过来的是绝着的小嘴和黑黑的皮肤和脸蛋,真的太像初恋那个女人。 我依然记得黑皮肤上画着粉红色嘟嘟唇的那种视觉感觉,像果冻一样。 只触碰到我的下唇,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柔软,本能反应地推开他,因为疾病有可能也会通过口腔传播。 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消停,做端正。 那么就跟他嘎聊,因为他英语真的不会多少,他一直指着自己的胳膊里的一根管子跟我说, 我当然知道那是皮埋,一种慢性释放抑制怀孕植入药物的一根管子。 大概意思是要我跟他做羞涩之事,而且可以不打伞。 您觉得我敢吗?我敢吗?开什么玩笑? 你这是要和杀了我没任何区别,那么就这么一直抱着,古灵精怪地在我身上跳舞, 当然是为了蹭到我的神经末梢,像以此勾起我心中的火, 可是他不知道,我是用一种精神疗法早把自己精神阉割了。 俗称可控,不要说我甚如佛,这是害怕而已。 后来二号打完电话,我们坐下聊了很久,他要了我哥的微信,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我让他跟三号说我今天要带走他,但是不干任何事情,问他要多少钱。 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三号到底是想跟我走,还是什么原因保持他不走。 我想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二号没有按照我说的去翻译,让三号最后也没跟我走吧。 因为我走的时候,他那种期待,我想应该是被二号给忽悠了。 就这样跟三号分别,至于二号,回国之后还经常发信息给我,每天都会问你在干嘛,你在哪儿,然后简单的聊一些。 给二号做个意识流的看法综述。 第一,我问你觉得中国人咋样,他回答,都很好,但是都不是好人,都是为了性需要,为了女人来这里消费,消遣,当然来这里的人都是一样,我并不是针对某个地区的人。 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说得过分了,所以就撤回了那条信息。 当然你看到这个答复的时候,估计也会脸上一黑想骂人,但是回想一下,难道这些去巴提亚开车的司机不是带着这个想法去的吗? 又让人有点愧疚,这就是人,总觉得自己高尚不是为一朵青年,但是在那个被你伤害的人眼里,你就是如此的龌龊和不堪。 二,你也一样,他居然这样说我,说我也是为了女人和性来到了这个国家消遣他们,消费他们,我反驳地说,我到泰来从不找女孩,你应该很清楚。 我都看着你在做事情,都可以忍住无动于衷。 他说,但是你还不是需要女人陪着你度过空虚吗?你只是不需要性而已。 我说,是的,我在自己的世界里的确过得很空虚,而且生活工作压力很大,来你们这里的确是一种释放。 我在国内没有几个朋友,在这里希望能有异性,接触到一些坦诚相待的人。 三,莫名其妙的感谢,截图很明确了,当然之前还有一些,他说他休息在曼谷,如果我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找他聊天。 他也谢谢我能找他说话,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但是,管他呢? 目前的我自顾不暇,我因为没留太多他的照片。 我说,如果观众们想看你的样子,你给我一些照片吧。 他说他害羞,不敢露面。 我说你给我照片,说不定下一次我去泰国可以和你做羞涩之事。 如果他愿意的话。 他说谢谢我,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说谢谢。 四,我并没有欺骗,昨晚给我发信息,说我那么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说得了吗? 我说,在我的城市没人和我一起,他一直问为什么,这个解释不清。 但是国内同胞应该理解为什么吧,不行你就来泰国,你不说你还会再来吗? 我说我怕,他说你怕什么,有我啊。 我怕艾滋,不用担心我没有,而且会对你好。 我说不行的,然后他哭了,说我欺骗他,说我肯定不会再去泰国,即使去了,也不会找他和他做羞涩之事。 我说了去的时间并且告诉他不会欺骗,但至于做某些事情还需要斟酌,我这应该不算骗子吧。 今天就想讲到这里啊,愿世界和平没有伤痛。 大家晚安,好梦。 昨天ै еще看,我们要花家吗? 我说我们今晚闵着时间了。 Dios, alrededor有这样的请不相当。 不会被跳过去尽量。 si我 tum不、很過去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